什麼也帶不走 這個叫勞心勞力 他躺在醫院 心裡快不快活 不快活 我這麼大筆財產 不知道會到哪個男人的手裡 因為他的太太還很年輕 所以他想我賺了大半輩子 到時候來我都花不到 他的內心會怎麼樣 垂胸頓足 這個結果好不好 不好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 確確實實 是往這裡在衝 所以我常說 人生是忙 忙 忙 哪三個忙 第一個是忙碌的忙 這個是會議制 左邊一個心 右邊一個亡 代表心怎麼樣 死了 都不能夠去感受父母 感受身旁妻兒的需要 每天就是忙得不得了 忙久了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眼睛看不到 所有自己的本分是忘了 只知道賺錢 對 等走到中年以後 奇怪了 太太怎麼跟我連話都說不上 孩子也跟我不能溝通 那我這麼拼命不都是為了你們嗎 怎麼到頭來是這個下場 所以他會覺得人生 很茫然 到底我在幹什麼 這個是 忙忙忙 很多家長忙到自己孩子幾年級都不知道 好 陳農有一次啊 去接 剛好他有空 那一天沒有戲檔 跑去學校等他兒子出來 很高興 等了半天兒兒子都沒出來 突然遇到他兒子的老師 走出來說 你兒子都上初中了 你還來小學等 所以啊 我們要回想 人生的努力 真正的目的在哪 不是玩金錢遊戲啊 那已經不是你當初 努力的真正目的啦 當初努力的真正目的 不就是希望能有一個 好的家庭生活 所以我們要謹記自己的目標 不要走到半途啊 不知道方向啊 但是這個確實不容易喔 因為現在社會啊 攀比的現象怎麼樣 太多啦 人家的衣服比我們穿的貴 人家的車子比我們開的名牌 自己的心就怎麼樣 受影響 好 所以這個 不要走啊 忙忙忙 這是 第一個情況 企業家 第二個情況啊 叫 浪當入獄 浪當入獄 因為在賺錢的過程 常常挺俄啊 走險 觸犯了 國法 所以我記得 那時候 那時候 剛從 北京 搭飛機 搭飛機 回來啊 在飛機上看到一個 俄羅斯的首富 還很年輕喔 看起來 差不多四十歲左右而已 現在已經是 變成了階下球 已經關起來了 所以人生啊 絕對不能夠 貪膽 應該啊 誠信去經營事業 老老實實去付出 相信啊 會有很好的回報 當然 要讓孩子往後啊 不要挺而走險 更重要的是 從小要教他 物衰小 物失常 教他連結 遊手 這個才是根本 第三種 這企業家 也賺了一些錢 但是啊 把身體啊 搞壞了 常常很多的應酬 身體都壞了 當一個人 中晚年身體不好 他那個福想得了嗎 可能一輩子 後半生啊 都要跟藥物啊 圍武 這樣也不是好的人生 最後 比較成就的 成功的企業家 就是能夠 事業跟家庭 堅固 這是最 完美的 我有一個長者啊 他姓盧 我都叫他盧叔叔 他在企業界啊 也相當有成就 曾經還做過 亞馬哈的總裁 底下員工有八萬人 相當成功的企業家 但是他做事啊 很有原則 他就提到 只要是 禮拜天中午啊 他一定是陪太太跟妻子 啊 妻兒 太太跟 孩子啊 一起吃飯 當他堅持這麼做 帶給妻子跟子女的 感受是什麼 溫暖 我的爸爸 我的先生 非常在乎家庭 所以那個家庭的凝聚力啊 就特別好 所以在這一天 所有的應酬啊 他都會把它推掉 所以其實 當我們認知到家庭重要 你自然而然啊 就會積極去做 事在 人為 絕對不要找藉口說 人在江湖 神不由己 只要你有所堅持 你的這些親 朋友啊 自然會隨著你的原則 去調整 好 那我們這一節課先 講到這邊 謝謝 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們早上講到 這句經文 親所好 我們在早上也提到了 父母啊 所愛好的東西 子女啊 會起而效法 那當父母所愛好的 是非常有價值的人生 那孩子 他也會立志啊 往這個方向走 好 假如父母 所追求的 是虛滑的人生 那孩子 可能就會耳濡目染 受影響 所以 我們常說啊 人生要追求 富貴 那什麼是真正的富貴 我們為人父母 為人父母 為人長者啊 要清楚認知 什麼才是真正的富貴 什麼是富 這個答案啊 假如問中學生 他會怎麼答 很有錢叫富 那他的答案為什麼這麼標準 誰給他的影響 那你再問他 什麼叫貴 他會答什麼 當官當得很大 叫貴 所以我們要引導孩子 富啊 絕對不是錢很多 叫富 比方說 他今天假如 不知足 縱使錢給他再多啊 他也不會覺得 快樂跟滿足 所以 一個人真正知足 他內心常常覺得很充裕啊 知足者 才能夠 嘗樂 所以真正的富啊 在知足 不相信 不知道諸位朋友身旁有沒有很有錢的人 他們有沒有覺得 他很夠啦 有很多啊 就更想要 再增加 因為啊 人的慾望只要一打開啦 就很難怎麼樣 收回來 所謂 慾事 深淵 慾事深淵 這個深淵踏下去啊 不見底 所以我們不要追求 虛華的人生 應該啊 追求真實 知足啊 才是真正的富 而當我們這樣引導孩子 那他這一生啊 懂得知足 才不會成為啊 物質的奴隸 才不會崇尚虛華 那什麼是貴 一般孩子說 官做的很大叫貴 其實啊 當當官的 他拿到這個權位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啊 當他有機會 當人民的領導人 當員工的領導人 他絕對不是拿著這個權位啊 去壓迫別人 甚至於為自己磨福利 假如是這樣的長官跟領導人 等他下台以後 會有什麼結果 所有的人啊 都很唾棄他 所以這個貴啊 我們要求起真正的意義啊 人盡 者貴 當每一個人看到你 都心生歡喜 都差從心裡啊 尊敬你 佩服你 那個才是實在的貴啊 所以當我們有機會 可以當公司 當政府的領導者 我們應該要提起的 不是權勢 應該提起的 是本分 本分 為人領導者 應該更重要的 比方說是一個企業的老闆 我們應該實時念著 如何帶領員工 走向更好的生活 那不只是啊 在經濟面要帶領員工 在精神面 我們也要啊 跟員工一起成長 當你有這個定位的時候 相信啊 你的員工會很尊敬你 那當 政府的領導人 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決定 影響的層面啊 都非常的大 所以 處高位者 更應該啊 戰戰 精精 謹言 順行 因為我們的一言一寫 所帶動的影響面 很大 所以當我們 能處處 為下屬 為人民著想 相信 當你離開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 感你的恩德 對你一樣的愛戴 絕對不會 一朝天子啊 一朝臣 那人是不是一定要 有權位的時候 才能有貴氣啊 才能會讓人家尊敬 那不見得 孟子說啊 愛人者 人恨愛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 在新加坡有一位 許哲女士 今年已經 106歲 她每一天啊 只吃一兩餐 她 食物方面的欲望啊 很低 主位朋友 這個欲望很低 是不是 強迫自己 忍出來的啊 不是啊 其實人都說 一定每一天要吃三 最少要吃三餐 有的還吃四餐 還吃五餐 吃飯喔 實在很浪費時間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那人為什麼要吃飯 因為消耗很多能量 所以要吃很多飯 那當人的煩惱越多啊 就需要更多的食物 那煩惱越少呢 需要的食物就少 所以其實許哲女士 吃那麼少啊 那是自然而然的 因為她煩惱很少 她不為自己啊 磨失利 她時時只想著啊 如何啊 幫助別人 所以煩惱輕 智慧長 自然而然就不需要 那麼多的食物 所以從許哲女士身上 我們也可以體會到 當初炎冤跟孔夫子學習 她是法喜充滿 所以縱使她一單事啊 一瓢飲 一般的人都受不了她這種生活 情況啊 但是人不堪其憂 回呢 不改其的 所以當一個人的精神層面 越提升 你對於物質的需求啊 自然慢慢就放下了 就減少 那許哲女士 因為吃少 然後她穿的衣服呢 她說她沒有買過衣服 都是啊 從垃圾堆裡面撿的 因為她是新加坡人啊 我在想 縱使她是垃圾桶撿的衣服啊 可能也沒有破洞 可能退了款式啊 很多人就把她怎麼樣 扔掉了 她覺得很可惜 把她拿起來穿 她穿這些衣服啊 除了 習物以外啊 珍習物品 還有一個很深的含義 因為她一個人啊 照顧幾十位老人家 她都是登門啊 把一些生活用品 吃的穿的送給他們 那她為什麼要穿這一些很 很便宜很簡單的衣服 因為她去探望的啊 都是生活比較貧乏的 假如她身上穿著旗袍 很高雅 然後提著一包 這個白米 走過去 接受的人一定會覺得很有 壓力 我會不會弄髒你的衣服 所以當她呢 穿得跟他們一樣的時候 就倍感親切 所以她走到這些 朋友的家裡面啊 我看到 他們看到許哲女士 那種歡喜 跳躍的表情啊 就好像見到自己的親人 一樣 所以新加坡 尊她為國寶 不只新加坡人尊敬她 世界很多國家 邀請她去演講 對她也是 非常非常的尊敬 所以我說啊 許哲女士啊 才是真正的 富貴 之人 這樣的富貴啊 會非常有意義 人生也會過得 讓自己覺得充實 所以當我們好得富貴 是這樣的富貴 那你的孩子 也會往正確的方向 去經營她的人生 我常常會問家長 你希望啊 你的孩子 以後 能過什麼樣的生活 各位朋友 您說說看 你以後希望孩子過什麼樣的生活 你們都沒想過啊 那你們帶對的人 每天往哪裡帶 有沒有朋友說說看 平安快樂 好 來我給這位朋友掌聲鼓勵 我們每天想平安快樂 觀世音菩薩 平安快樂 求啊 要如理 如法 去求 天上不會掉餡餅下來 好 我們要快樂 要讓希望孩子快樂 好 各位朋友 你快樂嗎 因為 很多朋友回饋就說 我只希望他快樂就好 也不希望他以後有什麼 賺多少錢 我說你的要求聽起來很簡單 事實上做起來很困難 因為你自己假如都不快樂 你如何如何引導孩子去過快樂的 生活 所以什麼才是真正的快樂 你們想清楚了沒有 知足常樂 哇太好了 掌聲鼓勵 馬上就領會在心裡面了 真的 一個人知足啊 他與人相交往 都懂得感謝別人 他越是這樣的態度 朋友跟親戚啊 就特別喜歡他 再來 還有什麼是真正的快樂 無憂無慮 無謙無慮 要無憂無慮啊 確確實實 這個 對於人生的道理啊 要很融通啊 你才能夠達到 無憂無慮 所謂理得啊 心安才能無憂無慮 什麼道理呢 比方說中國有一句話叫 兒孫自有啊 兒孫府 所以不該你擔心的你就不要 多操心 那不是叫你不要管孩子喔 是在他還沒有成人以前 在他小時候 你要先把他的根基怎麼樣 扎好了 之後啊 因為他已經有德行 自然有他往後的人生因緣 你就不要啊 去操縱他 不然你累啊 怎麼樣 他也累嘛 所以我常常做一個比喻 你啊 就好像教你兒子開車 當他要上方向盤以前 你要把他教好了 等他已經上了方向盤 再開車了 你就不要站在旁邊 一直拉他的方向盤 這樣會怎麼樣 車子會晃來晃去 到最後可能碰 所以你要先 比方說 要讓你的孩子懂得如何看人 如何選他人生的對象 你要把他教好了 等到他已經長大了 你沒教好 到時候他選了一個 要結婚論嫁的 你要在那裡阻止 真的就你痛苦啊 怎麼樣 他也會痛苦 所以無憂無慮啊 確確實實啊 要看破世間 很多事 當然這是一個很好的境界 我們可以往這裡啊 去追求 好 還有什麼是真正的快樂 身體健康 好 那身體健康也不能求得來喔 你對於自己的飲食 還有對於自己的情緒 都要有很好的管理 才會有健康 所以中國說五福五臨門啊 其中一福啊 就是身體康健 人假如上了年紀身體不好啊 我那 縱使子孫賢孝啊 可能也不太快樂 好 還有沒有 幫助別人 來掌聲鼓勵 助人為樂啊 這個很重要 當人啊 處處為自己著想 人生 只會啊 活在 患得 患失中 助人為樂 這個助人為樂啊 能不能用講的 教孩子啊 要讓他身體 力行 去感受 假如有機會到醫院 你去做醫工 把他帶在旁邊 當你幫助這些病人 病人給予你 真誠的 感謝 甚至於病人的 親人啊 都在感謝你的時候 你的孩子一定會 在旁啊 學習 也能夠歡喜啊 去感受到 別人的善意 那有一個老師啊 他學了 他學了中國文化以後 都拿地子龜啊 來教會他的學生 剛好去年的 三八婦女節 他的學生啊 就走到 台前來 跟他商量 說老師啊 我們已經決定了 明天三八婦女節 要買兩朵花 他老師覺得很納悶啊 他是男老師 你買兩朵花幹什麼 他就跟老師說 我們全班決定 一朵啊 送給全校的女老師 一朵啊送給自己的媽媽 老師一聽呢 馬上呢 隨喜功德 哇太好了 老師支持你們 你看 老師還沒想到啊 孩子學了以後啊 就很能夠啊 去想到 老師曾經教過他們的這些道理 要尊敬老師 要孝順父母 所以當天呢 這些孩子啊 拿著花啊 在校園裡面啊 就把花呢 送給 各個年級的女老師 那有一位男同學啊 回來之後呢 滿臉笑容 他老師就過來說 你怎麼這麼高興 他就跟他的老師說 當我把花拿給 女老師的時候 哇他的笑容非常燦爛 還跟我說謝謝 那老師接著就問他 你在這個時候體會到什麼 學生就說 師比獸啊 更有福 所以讓孩子 去付出啊 他就會感受到 付出的快樂 所以我們助人為樂 也要從小 帶著孩子 去體會付出的 這一些經驗 好 這是助人為樂 好 還有沒有 我們已經舉了多少 快樂了 知足無常樂 助人為樂 還有身體健康 那這個都要努力的喔 這不是平白來的喔 還有沒有 你們怎麼這麼想要無憂無慮 所以無憂無慮要有智慧 所以我們也要不斷提升學問 再來 好 吃得下 睡得著 然後呢 大得出來 這個是真的喔 我們看到很多啊 很煩惱的人 或者病重的人 這幾點喔 都做不到 我們說好吃好睡 有福報 現在人要好吃好睡 不容易 煩惱的事啊 太多了 好 所以要好吃好睡 首先要 煩惱少 首先要智慧掌 那孟子啊 曾經提到 人生 有三樂 第一樂叫 父母聚存 兄弟無故 第二樂 養不愧於天 輔不做於人 第三樂 得天下 因才 而交之 第一個 我們常說啊 家有一老啊 如有一保 這是真實的 我們從小啊 都跟爺爺奶奶 一起住 假如不跟爺爺奶奶 住啊 當父母的要教孝道啊 還真不容易教 因為爺爺奶奶一起 那父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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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實實啊 關懷自己的父母 給他的孩子看 所以父母 能夠讓我們奉樣啊 那是人生最大的福田 而當我們在 而當我們在 回饋父母的恩德啊 你也會覺得 人生 非常 踏實 非常啊 快樂 所以 主委老師 你們假如現在啊 跟父母住啊 一定要好好珍惜 有一次啊 我們有一位老師說 他常常幫爸爸洗頭 幫他爸洗頭 我聽得很羨慕 因為我現在常常 不在家裡 想幫爸爸洗個頭 都沒機會 所以你們有機會啊 要好好啊 珍惜 那兄弟無故 兄弟啊 生活 事業都發展很好 也沒有出現意外 死亡的情況 因為兄弟啊 是陪我們人生啊 走醉酒的 親人 那父母據存 兄弟無故 家和啊 萬事就行 所以這是人生啊 第一樂事 人生第二樂 養不愧於天 福不做於人 每天啊 盡心盡力 盡自己的本分跟義務 所以活得很踏實 這樣啊 才能夠做到啊 能吃 能睡 假如呢 常常做虧心事 又很怕別人看到 遮遮掩掩掩 這樣的人生啊 絕對不會怎麼樣 痛快啊 那 從前種種 啊 譬如足之死 以前犯的錯 是因為以前 沒學弟子歸 所以呢 不算 從今天開始 要做 撫養怎麼樣 無愧 從今天開始 自己的行為啊 要盡心盡力 隨順呢 恐老夫子的教會 相信啊 你有這樣的態度啊 一定會贏得更多人 對你的讚嘆 對你的尊敬 好 這是第二樂 第三樂 得天下 因才啊 而交之 這一樂喔 是不是只有當老師才有 不是 假如今天 你非常啊 你懂得去協助關懷別人 你懂得助人為樂 剛好公司裡面有新進的同仁 那一個人到一個新的環境 內心怎麼樣 比較焦躁不安 這個時候你適時伸出援手 讓他熟悉環境 熟悉他的工作 在能力上啊 在能力上啊 扶持他 進一步 可能他家裡有一些問題 你年齡又稍長他 還可以把一些好的 經營家庭的觀念啊 分享給他 相信你的付出啊 他一定會很感動 他很有可能啊 會在別人面前說 我這一生啊 就是遇到了這個好的同事 好的主管 人生啊 才走了這麼樣的順暢 所以你在這一位朋友的心目當中啊 就像一位什麼 老師一樣 當你身旁有 越多的人 越多的人 對你是這樣的評價 相信你也會覺得 這一生啊 沒有白來 那人啊 要真正做到 養不愧於天啊 腹不做於地 最重要的要 敦輪盡分 人生有哪一些本分 在這短暫的生命啊 我們應該啊 扎扎實實去經營一些 一生一定要盡的本分 文天祥啊 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叫人生自古啊 誰無死 留取擔心啊 照漢親 你看這一句氣魄 有沒有跟他相應 養不愧於天 腹不做於人 好 各位朋友 你們都背過這一句話 那這一句話 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每一句聖賢的教誨 應該都可以促進你 人生的圓滿 不然就只是背而已啊 我在高中啊 就讀過這一句話 但是沒什麼感覺 因為老師跟我說 來 這句話要背起來 其中考一定會考 還有 這個漢親是什麼意思 漢親啊 是史冊的意思 其中考沒考好 搓一分打一下 丹心啊 丹是紅色 其實啊 其實啊 就是指我們的真誠心啊 人生難免一死 在這短暫的人生 應該怎麼樣讓他發光發熱 應該用真誠的心啊 照歷史 照史冊 照哪一本歷史 你們的慧根怎麼這麼強 一定要先照自己的歷史 我們人生啊 走了幾十年 現在呢 回頭看看 你是滿意 還是不滿意 你是欣慰啊 還是惶恐 哎呦都這麼大了 還有很多事啊 沒做 所以人啊 首先要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自己 除了要照自己的歷史 當然你人生的歷史要靠你走出來 你還可以用你的真誠啊 照誰的歷史 照誰的 照誰的 你們都沒有發亮啊 照誰的 周邊的人 我們 要知所先後 你不要一下子就照到美國去啦 旁邊的要先照好 先照啊 先照家人 我們說啊擺善啊 笑為先 所以要先用自己的真心啊 去 例行孝道 讓你的孝心孝行 寫在父母的人生歷史上 讓你的父母呢 面對別人的時候都說 啊 我這一輩子啊 養這個兒子啊 真有價值 當母親講出這樣的話 相信她是無比的 歡喜 好 那照父母的歷史 再來還要照 子女的歷史 當我們用我們自成的 父愛母愛 好好的陪孩子一起成長 好 讓她 扎下 德行的根基 讓她 建立正確的 人生觀 好 等到她一出社會 跟其他的人 一比較起來 她會覺得 非常 幸運啊 啊 我這一生就是有這樣的父母 才讓我有這些正確的 觀念 所以 當子女 你每每想到 有我們這樣的父母 才能成就她的一生 那我們當父母啊 也是 用真心啊 在孩子的人生 歷史上 寫下了你的智慧 你的 自愛 除了父母 除了子女 還有沒有 兄弟 為什麼老婆都排後面 兄弟 那個 兄弟的緣分啊 也是 非常難得 我們啊 兄弟人和睦 其實啊 父母 最欣慰 最欣慰 最歡喜 那 我的兩個姐姐啊 跟我的感情啊 也非常好 非常好 我姐姐啊 那時候我決定 辭掉公子 要去推展 聖賢 聖賢教育啊 我的姐姐 就告訴我 你安心的去做吧 每一個月啊 我給你固定 一萬塊錢 支持 你不要有後顧之憂 我姐姐的真心 馬上照片我的心靈 當然喔 你們不要關心 我有沒有拿那一萬塊 很多朋友聽完課說到 蔡老師你有沒有拿 心意啊 最重要啊 二姐這一份心啊 會伴隨著我 我一生啊 都覺得心裡很溫暖 所以我姐姐呢 照了我的汗清 當然 人家這麼支持我 我一定要盡心盡力做 所以我姐姐呢 我做了一年多以後 她很高興 很高興 她第一天上課啊 還做在第一排 她說她是 家族代表 還聽我上課 好 然後呢 她就跟我媽媽說 她說 我有這個弟弟喔 真的很高興 所以我也回饋了 用我的真心啊 照 姐姐的歷史 好 那接下來應該排到 先生跟太太 好 先生跟太太啊 是同事啊 同住在一個房間裡面 那應該是要最親啊 好 那怎麼樣照 先生的歷史 照太太的歷史 今天下午我們不是講了嗎 怎麼照 好 好 時時能夠啊 看到對方的優點 給他肯定 給他鼓勵 他會激發他的潛能 那我們也要啊 盡心盡力 輔助對方 讓他 比方說讓他工作沒有後顧之用 所以當你的先生呢 跟他的朋友在聊天 你先生說 我就是娶了這個老婆 才讓我的人生啊 有這麼好的發展 那這個時候啊 你就是在你先生的 人生歷史上啊 寫下了恩義 寫下了情義 好 絕對不要說 我就是娶了這個老婆 才開始倒霉 好 那就不好 所以我們要定位清楚 好 要能夠啊 用真心 照亮每一個人的心田 每一個人的人生 還要照誰的歷史 還要照誰的歷史 一日為師啊 終身為父 所以我們要讓老師真正覺得 教我們這樣的學生很有價值 最重要的要怎麼樣 依教奉行 所以我小學 有一位老師 他非常照顧我 其實啊 你身旁緣分很深的人 只要你好好用心啊 都會對他的生命 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這位老師 他我上五年級的時候 剛好是他帶我 他就問我媽媽 他說這個孩子怎麼帶 我媽媽就說 他就是不愛念書 你們看得出來我不愛念書嗎 然後又說 不過我很愛面子 我們老師說 那我心裡有底啦 結果 邊班第一天 十二個老師站著 然後所有的學生呢 四年級畢業 四年級完了要升五年級 通通站在草場中間 然後就開始 某某某一班 他就跑一班去 某某某二班 跑二班去 我就跑到七班 五年七班 我們老師帶著我們進教室 然後他就說 蔡理旭 帶兩個同學去領少巴 小學生被老師叫到去服務都怎麼樣 很有精神 快步向前跑 拿回來 蔡理旭 你跟五個同學一起去領書本 我又跟其他同學去領書本 把這些該忙的事都忙完了 大家都做好 我們老師就說 現在我們選班長 我提名蔡理旭 其他的你們提名 真是很民主對不對 那你們知不知道結果如何 其他的人也沒認識幾個 就只聽到那個名字吧 所以我就當上了小學第一次的班長 那在小學生的心裡啊 班長跟什麼 跟品學兼優畫上等號 所以我們老師不會摧毀之力啊 就把我的成績一把怎麼樣 還推上去了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名次就沒有低過前三名 所以這個老師啊 對我非常的好 對我有知慾之恩 後來呢 我考上師範院校也開始教書了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老師 然後約他一起在菜根巷吃飯 我們高雄菜根巷 一坐下來跟老師也聊得很愉快 因為啊我在繼承老師的職業 也在教書 所以他就要把很多他教書的職業啊 跟我威威道來 那在這個交談過程啊 旁邊的服務員還跑過來 看我們聊得很愉快 就問我說 這一位是誰 我說是我的老師 他聽了也很感動 那後來呢 因為我在這幾年啊 也接觸了很多聖賢的經典 我也拿了幾本啊 送給我的老師 結果我老師拿了這些經書以後呢 就對我說 他說今天以後 我是不是要喊你學長 我馬上跟老師說 於日為師 終身為父 老師就是老師 後來我教了兩年書啊 之後辭掉工作 又到了大陸啊 推展中國文化 我就跟我的老師啊 打了一通電話 把他報告了這一年來 做了哪些事 我的老師在電話那一頭啊 很高興 他說有你這樣的學生啊 真快樂 我在那個時候體會到 兩種人 絕對不會嫉妒你的成就 父母啊 跟老師 所以我們也要用我們的人生 好好的奉獻社會 讓我們的師長啊 余有容焉 好 再來 我們都是圓黃子孫 要讓我們這一生啊 能夠既往開來啊 能夠不愧啊 幾千年中國老祖宗的教會 我們把它承傳下來 呈現 其後 可不能幾千年的文化 就斷在 哇 那這個罪過啊 可不好算了 所以當初啊 我們抱持著這樣的態度 希望能夠啊 在現在啊 道德淪上 比較嚴重的情況 趕快啊 推展文化 推展 聖賢教會 那個時候啊 我的父親呢 就說了 他說教育文化這件事情啊 很難做 沒有幾個人做得起來 我就跟我父親講 我說假如有一個人 一萬人去做 只有兩個人成功 那請問 我們要不要做 他還有兩個成功 代表會成功嘛 對不對 我們不用去問九千多個人 他怎麼失敗嘛 所以您未成功啊 找方法 不願失敗 找藉口 一個人要退縮 可以找到一百個 一千個理由 都還綽綽有餘 但是我們要去看的是 這兩個人怎麼成功 假如這兩個人成功了 是因為 他是萬貫家財 是因為啊 他父母當大官 很有權位 那我不去做 因為我都沒有 也確實沒有 也確實沒有 那假如他們呢 沒有錢也沒有權 做到了 那我們要看看 他是如何做到的 好好跟他學習 那我就舉了我自己的老師啊 是敬空教授 我說老師他 沒有錢 所有的親人啊 也沒有跟他聚在一起 通通沒有幫助的力量啊 但是他卻 能夠把聖賢的教會啊 能夠把聖賢的教會啊 弘揚開來 甚至於是弘揚到全世界去 你憑的是什麼 憑的是什麼 諸位朋友啊 很多的事其實啊 很單純 都是從一顆啊 真誠心出來 因為他有真誠恭敬的心 所以 當他寫信給很多著名大學教授 每一個人從他的信當中 看得出來他的好學 所以都回信給他說 說他 當學生 所以他生命當中有三位好老師 都是由於他的好學 老師特別的關懷他 由於真誠 所以得到學問 由於啊 有使命感 覺得啊 他這一生能有聖賢教會 也希望啊 利益更多的人 所以由於這一份心啊 就感得很多人 對他的支持跟愛戴 所以其實他老人家 就是真正啊 把聖賢的經典 演出來 所以在老子裡面有講到 天道無親啊 常與善人 上天啊 絕對沒有說 喔這個跟我比較好 我特別疼愛他 沒有 天道的回報啊 都跟隨在善人的身旁 所謂善有善報 那中庸又講啊 成者物之忠實 一件事情的真正成敗啊 在哪裡 就在一個字啊 成啊 成者物之忠實 不成無物啊 這兩句話很有味道 用真誠做出來的事啊 不會因為時空啊 而減少了他的影響性 所以范仲淹很真誠 所以他的人生態度 一直影響了幾百年的 讀書人 相同的 我的老師 他用真誠心啊 去付出 去傳遞聖賢教會 相信他的這一份心啊 也會留在啊 他所有的學生心中 所以至誠 如神 至誠 可以感通 這個都是可以 你在當下的人生 可以印證的 而當我們不是真誠的時候啊 不誠無物 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用真誠去做的事 往後一定會敗上下來 比方說 你對孩子不真誠 這個家鐵定怎麼樣 鐵定衰敗 你對你的員工不真誠 縱使你現在還賺了點錢 遲早啊 會怎麼樣 跨下來 所以你仔細去觀察 要真誠 對待家人 對待員工 他的家業跟事業啊 才能長長久久 不然啊 保證 付不過啊 三代 現在這一句話要改一下 你們有沒有觀察到 還用三代嗎 對啊 因為人啊 做人的分寸 越來越不足了 所以啊 折掉太多的福分了 所以 負不過 一代啦 好 所以我們了解到 真誠啊 就能夠把事做好 所以我們都有一顆真誠的心 面對這個大時代 我們一定要 為往生 既絕學 為萬事啊 開太平 各位朋友有沒有聽到 哇 好像好遙遠 或者是兩千覺得 哇怎麼這麼重 其實啊 我們抱持的一個態度 其人盡如人意啊 但求無愧我心 所以現在 我們為人父為人母 就把 聖賢的教誉 用在教育孩子上 用在啊 家庭裡面 那你已經啊 在傳承 中國 文化了 也用在你跟同事相處 當同事覺得跟你相處很歡喜 你就告訴他 我這些人生態度啊 就是看論語學的 就是看弟子歸學的 我們隨份 隨力去做 也是功德 圓滿 好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呢 再來把 文天祥這一句話念一遍 看看各位有沒有覺得 味道不一樣 好 預備 人生自古 誰無死 留舉擔心 照漢情 你們朗誦得非常有好情 好 所以當我們 所確立的人生 都是往 這些價值去發展 哇 那你做出來的 就會 就是讓你 孩子非常佩服的 爸爸 跟媽媽 所以你的孩子 有你這樣的榜樣 相信他的人生啊 也會走向 正確的 方向 所以方向正確的 接下來這些小事啊 我們在一一啊 來討論 好 比方說孩子現在 在念小學 那我們怎麼呢 去開解 親所好 利畏懼 怎麼去開解 像我們當老師的 就會引導 孩子 父母啊 比方說希望你 身體好 希望你 學習好 這一些要求 我們要當子女的 要盡心盡力 去達成 好 所以親所好 利畏懼 古代的孝子啊 他們也 常常啊 都會去滿足父母的 需要 古代在漢朝 有一位孝子 叫 蔡順 蔡順 剛好跟我同姓 我讀到跟我同姓的 我也會引以為好 因為他是我的祖宗 這位蔡順啊 剛好處在啊 比較兵荒馬亂的時代 剛好他母親啊 喜歡吃桑順 所以他就去 採集桑順 拿了兩個籃子去 採回來的途中啊 不幸遇到盜賊 盜賊很奇怪 你採桑順 拿一個籃子就好 還分兩邊 他們也很好奇 就問他 你採桑順 幹嘛拿兩個籃子 各位朋友 幹嘛拿兩個籃子 你們都認識蔡順 這個蔡順啊 因為他的母親喜歡吃甜的 所以他採的比較 黑比較紫 比較熟的呢 放一個籃子 比較紅色比較不熟的 放另外一個籃子 所以你看 蔡順確實做到 親所好啊 立委屈 結果盜賊聽完啊 很感動 我會問學生啊 各位小朋友 盜賊會不會感動 會喔 盜賊都殺人放火還感動 他殺人放火啊 是養成壞習慣啊 但是不管怎麼壞的人啊 他的內心啊 還是有一顆 善良 因為人之初誤 只是他現在都被壞習慣被欲望主宰了 所以當我們的行為啊 很有德行的時候 就能夠啊喚醒他的什麼 良知 所以各位小朋友 遇到壞人 要不要打他 要不要罵他 不要 要學習蔡順啊 用德行啊 感化他 說不定呢 這個蔡順剛講完說 是要拿給母親吃 突然可能就有幾個盜賊在那裡抱頭痛哭 啊想到他媽媽 好 那我們下一節課啊 再繼續來談蔡順的故事 好謝謝大家 這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剛剛提到蔡順 他去採桑順 因為啊 他知道母親喜歡吃甜的 所以就用一個籃子 裝門裝甜的 他自己啊吃酸的 所以這樣的孝心啊 感動了這些盜賊 所以呢 就把他放回去 不只放了他 還把這個山寨裡面的一些食物啊 都送給他 主位朋友 假如你是蔡順 要不要拿 不要 人家誠心誠意耶 怎麼辦 他說 拜託你啊 教訓你的母親 要不要說 不要 你們怎麼這麼快就變了 要不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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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所以 孔夫子說 君子有九思啊 這個九思就是你遇到很多情況啊 如何反省 如何關照 其中有一個叫 見得 見得 師 意啊 當你要獲得任何東西的時候 首先要考慮到 他的來路 是否 是否 是清白 是正常的 所以這一些山寨裡面的東西都怎麼來的 搶來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絕對 不能拿 所以諸位 朋友 你聽了這個蔡順的故事 印象深不深刻 所以我們講故事當中很重要一點 要把其中的道理啊 講給孩子聽 這樣才能理事圓融 去搭配 假如你只是講事情 講完了 你的孩子都會說 我聽過了 假如你咧不講故事 只跟他講道理 他聽沒有五分鐘說 媽我想睡覺了 所以理根是搭配好啊 聽話的人就覺得 格外的 有收穫 不管你是老師 還是家長 都可以運用這個 講故事當中啊 融入一些道理 一些生活的提醒跟啟發 我們告訴孩子這些故事啊 就說 你看以前的孝子啊 第一個念頭 都是想到啊 給父母 那諸位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媽媽喜歡吃什麼 一問喔 他們都想半天 有幾個比較有良心的 比較想得起來 很多都想不起來 我看他們那種酒礦 我就說 那媽媽知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他們馬上 露出燦爛的微笑 當然知道 還可以講好幾樣 接著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你看 媽媽都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你卻不知道 媽媽喜歡吃什麼 這樣公不公平 你看媽媽這麼愛你 你居然都不愛護媽媽 所以今天回去 有什麼作業 要清楚媽媽喜歡吃什麼 這樣你才能做到 親所好 地畏懼 所以以後出去買東西 不是先買自己喜歡吃的 要效法聖賢人 物自暴物自欺 聖與賢可循制 我們以他為榜樣 先買媽媽喜歡吃的 先買爸爸喜歡吃的 好 那父母啊 其實都非常關懷我們的 健康狀況 那一個人要健康啊 必須要身心調和 那中國話又說 禍從口出啊 病從口入 所以吃東西要 額外 注意 不然現在啊 一大堆文明病 產生啊 各位朋友 你有沒有把握呢 不會得文明病 你們怎麼都沒人舉手 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正確的知識才可以給你信心 所以你也不要擔心 如何讓自己啊 吃的健康 這一個知識啊 已經有很多人啊 投入他幾十年的人生啊 在那裡研究啦 你要不要從頭開始讀 要不要 不需要 所以我常說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可以看得 更遠 各位朋友 誰是巨人 我們要教導孩子智慧 那孔夫子孟夫子就是巨人啊 您可以啊 直接把他的智慧經驗呢 學過來 比方說在健康方面 誰是巨人 您可以到書局去看看 哪一些書特別 談健康啊 特別暢銷 你就可以啊 去跟他學習 我剛好啊 在很多年前啊 拜讀了雷九南博士的 身心靈全體健康 所以其中有提到啊 少吃肉 多吃菜 這樣才會健康 好 那為什麼要少吃肉 我們就要去了解 現在人啊 身體不健康 是營養不良 還是營養過剩 都過剩喔 但是你看喔 明明是營養過剩 但是人的腦子裡都停留在什麼 有沒有發現 人好像都慢半排喔 都還是停留在怕這個不夠 怕那個不夠 你看我們所怕的啊 很少遇到啊 發生的 你看現在孩子要找到營養不良的 還不容易 你還必須坐飛機到非洲去找 台灣還真找不到 找到的都是寒暑假還開減肥班 是不是 在那裡跳 跳半天 然後呢 這個孩子心裡面想 我只要撐過今天 明天就可以去吃麥當勞 這姐有沒有用 不從根本下手 在那裡流汗 他肚子越餓 所以啊 現在的問題 不在營養不良 而在營養過剩 所以其實啊 人所需要的 蛋白質 不是很多 肉 一般人覺得啊 肉有高蛋白 其實啊 蛋白質吃太多啊 會損害肝臟 損害腎 一個人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質 是40克到60克 就夠了 其實植物裡面的蛋白質啊 不比動物少 我們說花生啊 淮山啊 海帶啊 這一些食物啊 都含有很好的蛋白質 當我們的蛋白質過剩啊 你的身體就會呈現酸性 那有一句話叫酸性的體質啊 是慢性病的根源 溫床 為什麼 我們設想一下 假如你的身體很痠 把你所有的內臟都泡在裡面 你半夜有沒有聽到 你的肝臟說 我快窒息了 還是你的胃說我快受不了了 你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沒有 你當主人的怎麼這麼不負責的 這些內臟啊 長期泡在酸性的環境裡面啊 很容易啊 功能衰退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 慢性病啊 越來越早報到 我還曾經聽過 18歲的孩子中風死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更早的 這是我好幾年前聽的 所以你看慢性病都一直提早 因為啊 人吃的食物 錯了 不只是內臟啊 不只是內臟啊 容易衰竭 現在還有一種病也很厲害 叫做骨質疏鬆症 聽說這一個症狀啊 是往後啊 十大死因 後來居上的一個 為什麼 當你骨質疏鬆很嚴重啊 有時候打一個噴嚏會怎麼樣 骨頭 你們不要被我嚇到了 這個也不是我講的 是報導說的 你看那個 我們有常常說啊 老人最怕什麼 摔啊 因為一摔呢 可能骨頭碎了 就 站不起來 現在不是老人摔了會睡啊 現在很多年輕人去測啊 像我去測的時候 那個測試的人 臉色也不大好看 你勉強及格啦 我們可不能三四十歲去測 測成八十歲的骨頭 那就麻煩 那為什麼酸性體質會造成骨質疏鬆 因為人體是一個很大的化學工廠 所以他要維持他的酸碱 平衡 那因為你身體裡面都是酸 身體會受不了 所以他必須把碱的東西拿出來中和 而人體裡面呢 最大的碱就是鈣質 那哪裡是鈣質的倉庫啊 你的骨頭 所以一天 一點一滴就開始 滲出來 久了之後啊 就會骨質疏鬆 所以食物 要均衡 所以肉類裡面含有太高的蛋白質 不可以吃太多 再來 不只是蛋白質會過高 食物裡面呢 還有有形毒素 跟無形的毒素 什麼是有形毒素 我們看看 現在的雞啊 養多久就好了 要這麼久嗎 差不多五六個禮拜 以前要養多久 半年 真是科技發達 有沒有 但是為什麼能夠 養那麼快 中國人常說要倒法 自然 這個都是不隨順自然 養出來的 所以必須打什麼 生長激素 抗生素 打一大堆東西 而這些藥物啊 最後到誰的肚子裡 對 所以我記得啊 當時我還沒吃素 吃那個雞塊一打開來 看到油油的一團 那個是什麼 那是荷爾蒙啊 所以現在 小女孩的月經啊 越來 越早啊 有的還沒到十歲 月經就來了 月經來得越早 她的壽命啊 越短 所以這一些食物啊 都在殘害我們下一代啊 我們當父母的 不能不謹慎 然後自己的身體啊 也不得不 小心啊 去愛護 除了這一些有形的 毒素之外 還有無形的 我們設想一下 食物被宰殺的時候 他的情緒啊 一定非常恐懼 非常憤怒 我們自己啊 可以思考一下 你發一次脾氣啊 要多少天才能脾氣啊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發完脾氣之後 神經氣爽的人 沒有吧 因為發了脾氣啊 你的腎上腺素很多 那個腺體分泌啊 產生大量的毒啊 所以你就會全身污吏 所以動物在被宰殺 那時候啊 全身憤怒啊 就分泌很多的 毒素 所以吃肉啊 裡面含有很多 不好的東西 所以才會 現在的文明病啊 一大堆 不只吃肉 對身體有危害 大量飼養這些 給人類吃的深處啊 對我們 整個地球啊 有很大的 危害 什麼危害呢 很多朋友說 嗯 你怎麼講的 這麼複雜 我怎麼從來沒想過 其實啊 整個地球啊 絕對是一個 生命 共同體 牽一髮 動全身 寧可不要小看 你每天吃的東西啊 它在影響整個地球的存 網啊 所以因為人類啊 大量的肉死 所以必須砍掉很多原始 森林 來種這些麥子 這些古類 好 原始森林砍掉了 造成什麼影響 土石流啊 很多的這個 土壤都鬆掉了 再來 原始森林啊 是地球的什麼 肺啊 就好像人體的肺啊 在幫你 過濾很多髒空氣啊 所以當原始森林 越來越小 越少 越少 整個地球的空氣品質 就越來越差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天氣 現在會這麼不穩定 連墨西哥都下雪啊 墨西哥是什麼 是熱帶地方的都下雪 非常的氣溫 非常的氣溫異常 在現在的名詞 叫做 溫室效應 我們以前都把溫室效應 背起來 為什麼會造成溫室效應 來自於啊 人類排放很多 廢氣 還有 因為地球的肺啊 1.1滴被 割掉了 所以其實啊 那一些種給古類吃的 這些 種給畜生吃的這些古類啊 拿來給人類吃 絕對都不會有人餓死 所以除了 對空氣有影響 對土壤 對水源啊 也有直接影響 因為養了這麼多的動物啊 他們會大量排放什麼 糞便啊 所以這些糞便就污染土壤 污染水源 所以其實人類啊 可以過得比較輕鬆 比較乾淨 只要我們啊 懂得選擇 對自己 對環境 有利的 飲食 習慣 那其實我們 做環保啊 就在每一天 當中 在落實了 好 這種智力啊 又能夠 利他 和樂 而不為 所以你在吃飯的時候 也很有使命感 也是為了 地球的 健康 好 所以當我們有正確的知識 才能真正把身體 養好 就能做到 親所好 地畏懼 下一句 親所悟 親所悟 解 未去 父母不希望我們有的壞習慣 我們應該啊 趕快呢 把它去掉 或者呢 你交了一些朋友啊 父母每天都很擔心 那你應該啊 那你應該啊 有所 取捨 因為啊 朋友對我們的影響 特別大 所以諸位 家長 你擔不擔心以後孩子會交到不好的朋友 擔不擔心 擔心有沒有用 要怎麼辦 要提升孩子對人的判斷能力 他才知道啊 親近善良的人 他才知道啊 遠離二永 叫敬而遠之 而且他敬而遠之的時候呢 他也會知道 我好好啊 把自己演好 去感動 這些朋友 那如何讓他對朋友懂得去抉擇 其實啊 我們已經在學了 一個人有沒有德行 從那裡看 孝道 所以一個人 值不值得交往啊 你只要判斷 弟子龜啊 他做到多少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說 弟子龜啊 叫造妖境 你要選朋友還是要選 選配偶 造一下 馬上就知道可不可以 所以弟子龜是造妖境 弟子龜也是選慎境 你可以看出來 哇這個朋友做到很多 這樣的朋友你要終身相交 好 那親所悟 我們就從啊 習慣來談 有三個犯人 同時進了一間監獄 那剛好典獄長 也很仁慈 看他們已經犯錯了 也對他們呢 用試色法 給他們多請客啊 多送禮 就跟他們說 你們三個呢 一進去要關三年 你們有什麼願望啊 我做得到的呢 就幫忙你們 第一個啊 是一個美國人 他連想都沒想 他說給我一包煙 典獄長說好沒問題 拿給他呢 就關進去了 第二個啊 是一個義大利人 好 各位朋友 義大利人給你什麼印象 什麼印象 蛤 你們都沒有認識義大利人 很藝術 很浪漫是不是 講那麼好聽 用中國話講叫好色 好 他一想就說我要一個女人 爹術長說好 我還做得到 就把他關進去 第三個啊 是一個猶太人 猶太人啊 很會做生意 他就說我人生已經跌倒了 應該啊好好記取教訓 所以你可不可以給我一支通往外面的電話 他說好 沒有問題 就送給他一次電話 三年以後啊 這三個犯人的門打開了 第一個美國人的門一打開 他衝出來 火柴呢 火柴呢 我的火柴呢 他在三年裡 你在想什麼 每天在那裡發抖 怎麼忘記要火柴 好 他三年的時光 耗在哪 耗在他這一個壞習慣 主位朋友 一個人假如養成壞習慣啊 他這一生不能主宰自己啊 都被壞習慣牽著走啊 這樣的人多不多 多啊 多啊 如何讓一個人 一生啊不會被這些壞習慣牽著走 從小啊 教好啊 從小有志向啊 不會玩物上志啊 這個美國人呢 有這個抽菸的壞習慣 這個不抽菸就很難受 那我們不要笑美國人 其實我們也有可能啊 有一些壞習慣 每天不做很痛苦 哪一些事啊 比方說看連續劇 每一次看完就說怎麼演得這麼無聊 真亂來 隔天還是乖乖的坐在那裡 看的都是別人的人生 每天耗了那麼多時間 對自己的人生有沒有幫助 哇 一天一天過啊 人生該做的事不做 想做的時候可能就啊 都沒機會了 所以孔老夫子站在河川的上面 講了一句話 旨在川上曰 是者如師父啊 不捨奏夜 你看人家孔夫子看到流水 馬上想到 時間就像這個流水一樣啊 一去啊 不回啦 所以我們也不能讓我們的生命啊 白白的耗在這些 對自己無意的事情上面 上面 好 第二個 這個霧啊 我們剛剛講的 抽菸不好 第二個 他的壞習慣是什麼 好色 我曾經跟中學生講 他們 我就說好色啊 是很不好的習慣 你們可不可以體會 他們說可以 因為啊 設置頭上啊 你看中國造詞厲不厲害 厲害啊 設置頭上一把刀 這一把刀會怎麼樣 會毀了你的 人生 會毀了一個 家庭的幸福 更有可能 毀了一個 國家的 興衰 有沒有 你看 唐朝時代 唐玄宗還沒遇到楊貴妃的時候 他是 開源 之治啊 還很盡心盡力 治理國家 遇到楊貴妃之後變成什麼 安死 安死 之亂啊 所以 諸位朋友 唐朝的衰敗 誰要負最大的責任 啊 誰啊 男人都說楊貴妃 女人都說唐玄宗 不過真理還是只有一個 社不迷人 所以根本還在唐玄宗啊 是不是 那假如唐太宗在的時候 楊貴妃來 可能也沒什麼 作用啊 因為 他念念啊 以江山 社稷為重 所以人生啊 遇到很多的問題喔 不能把責任推出去 要怎麼樣 反省自己 這才是真正的 原因所在 所以這個義大利人 好色 他的門一打開啊 他人還沒走出來 已經聽到很多 什麼聲音 小孩子的聲音 很多這些中學生聽了啊 都哈哈大笑 我就問他們 義大利人比較慘 還是美國人比較慘 義大利人慘 美國人慘 都很慘 是吧 他們說義大利人更慘 這個講話啦 是一個女學生 他就說 因為他一出來 不只要打理自己的生活 還要照顧好多小孩 請問他能照顧嗎 能不能 我相信你都可以鐵口啊 直斷啊 因為他只是 重慾啊 他提不起他的什麼 責任心 所以透過這個故事 我會跟學生講 找對象喔 要找什麼樣的對象 有責任感的 所以我會找一個學生 平常呢 掃地工作不認真 常常不交作業 我就把他叫起來 你給我起來 你不要給我結婚喔 他下來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說你連自己都照顧不好 都不能為自己負責 你沒有資格結婚 結了婚還害了下一代 還不能照顧自己 還不能照顧自己 不要給我結婚 你這個學生會記多久 雖然我是在罵他 其實是罵給誰聽啊 全班都聽啊 所以女孩子會留下什麼印象 找對象要找有責任心得啊 才能依靠啊 其他的男生也會 反省一下喔 我有沒有責任感 所以很多的預防針喔 要提早打 不能等到他們心花怒放的時候 再來打就來不及了 好 所以這是第二個壞習慣 我們要根治 第三個 這個猶太人出來了 恭恭敬敬啊 走到典議長前面 給他聲聲一擊功 謝謝你啊 給我這支電話 這三年來啊 我從透過電話 得到很多外面的訊息 也做了一些投資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一筆資產 以後的人生啊 我會好好去走 所以三個人做了三個不同的抉擇 也產生了不同的命運 所以我們絕不希望啊 我們的孩子 因為一些壞的習慣 而讓他一生啊 墮落下去 所以你從小啊 就要根治他這些不好的 習慣 還有 還有 有一個習慣啊 會害了自己 還會造成家破啊 人亡 賭 所以假如一個男生 好賭 絕對不要跟他交往 太危險了 因為賭啊 他無法克制 很可能把家裡的財產 甚至於祖產啊 都耗進去 那中國聖賢啊 有整理出來啊 人有四個習性啊 要去對峙 叫做 叫做 驕 奢 賭 云 亦 亦 驕傲 我們對照 我們對照一下 第一個 自己有沒有 所謂修身才能起家 假如我們自己要趕快修正 再來對照一下 現在孩子有沒有這個習慣 假如有要趕快啊 把他導正 我們前面講 要掌善還有 舊師 驕傲 驕傲 傲不可掌啊 一驕傲啊 不只自己的學問啊 上不去的 無形當中啊 也斷了自己 貴人的 姻緣 一個有道德學問的人 喜歡教什麼樣的人 謙虛嘛 謙虛嘛 所以你只要傲慢啊 這些人啊 就會自己走了 我很幸運啊 剛好啊 在我 初中的時候 我的老師 是李化老師喔 有一天啊 寫了一行字 我從那一天開始就不敢忘記 他寫了 人 人 不可以有傲氣 但是 不能沒有 鼓氣 哇 當他這句話寫出來啊 彷彿啊 有一道光芒啊 照入了我的心田 因為啊 在深學主義之下 很少能夠聽到啊 做人的 教誨 真是如此 所以這個給我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們也期許自己啊 不可以傲慢 那我在澳洲 學習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 剛好啊 遇到很多的長輩 那在學到 是諸父 如是父 是諸兄啊 如是兄的時候 我忽然覺得 學了就要做 而且也深刻感受到 為人父母 確實不易 而且 每一位為人父母者 不只對孩子有貢獻 他每天啊 也在對這個社會 有所貢獻 所以我回到寢室啊 就開始呢 找這些長輩 我說請問您幾年生的 他一講呢 比我爸爸大 我說 譚伯伯你好 好 諸位朋友 這個宮舉下去 發生什麼 化學變化 啊 舉起來啊 哇 這一位長者啊 笑得何不容嘴 他說 飛了幾萬里啊 還收了一個侄子 他很高興 另外啊 我又繼續問 問到一位陳 陳先生 我說陳叔叔你好 因為他比我爸爸小 突然有一位長者跑過來 他說 我也要 好 這一位叔叔啊 就是往後啊 影響我生命很深的 盧叔叔 我事後想想啊 這個長輩啊 真是啊 非常愛護我們這些晚輩 他生怕我們啊 沒去叫他叔叔咧 還自己跑過來說 我也要 在製造機會啊 給我們這些晚輩啊 給我們這些晚輩啊 所以我也 畢恭畢敬啊 跟他舉一個宮 盧叔叔你好 這個宮啊 舉下去以後 我的人生 就出現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 所以諸位朋友 禮貌要不要交 要啊 隔天下午啊 盧叔叔就把我找過來 坐在客廳 的椅子上 他跟我說 他29歲啊 就當總經理啊 這個總經理啊 還不是自己給的喔 聽說現在一個 扛棒掉下來 一個廣告掉下來 會砸到好幾個總經理 那不是那種總經理 是啊 股東做兩排 一一啊 詢問他 企業出現什麼問題 人事出現什麼狀況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樣解決 都是要 真實的 功夫啊跟經驗 所以他就對打如流 就開始啊 從29歲 就當了 專業 總經理 專門幫人家解決啊 企業的 危機 這麼有能力的人 我們很難遇到啊 結果很幸運的啊 就因為我們的一個禮貌啊 讓長者覺得很欣慰 現在年輕人還這麼有禮貌 所以他一坐下來啊 就把他幾十年 人生的經驗跟 真智慧啊 跟我唯唯 到來 火月庭啊 一則以喜啊 一則以憂 憂什麼呢 憂自己的眼光太差 不是如山啊 真面目 因為這個盧叔叔剛好坐我旁邊 我都看不出來 不過啊 不過啊 也從中體會到一個道理 真正有能力的人 越怎麼樣 勉卑啊 就好像你隔壁家很親切的叔叔 絕對不會跟你炫耀東 炫耀西的 所以 兩個多小時聊下來啊 我的內心很激動 當場啊 我只想做一個動作 做哪個動作 那個時候真的啊 深刻體會到 為什麼中國人啊 這麼重視 師道 為什麼 因為啊 一個老師 確確實實是 無私的 只希望啊 用他的智慧啊 成就你的人生 完全不求你的 回報 哇 那時候體會很深啊 當場啊 就跪下去了 就這個盧叔叔啊 年輕就學柔道 所以動作特別快 馬上就把我拉起來 他說 哎呀死不得啊 我就沒有跪成功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每一次呢 我們上完課 這盧叔叔就說 來 我們去散步 那邊走呢 他就問我 今天你聽地址聽得怎麼樣 聽德意故事聽得怎麼樣 我會把我的心得啊 告訴他 他就會說 你看得不夠深 看得不夠廣 他就一一啊 分析給我聽 所以雖然啊 只相處了兩個多月 你啊 確確實實啊 給我人生的啟示啊 那不是啊 這個兩個月可以算出來的 真的是一生啊 的助理 所以除了這兩個月以外啊 後來啊 離開澳洲以後 只要有機會 只要有機會 我都會啊 主動啊 打電話給盧叔叔 他都會啊 非常無私啊 給我很好的建議 給我很好的啟發 所以諸位家長 傲啊 不可展 所謂滿朝筍啊 謙受益 所以啊 一定要長養孩子的 謙卑態度 第二個 奢 奢侈 一個孩子假如奢侈啊 那很難轉變 因為啊 由奢啊 入檢難 有一個書法老師 剛好啊 他的一個學生 家長打電話來